好 大家好 我们是 光导人气王 我是乔毅 我是崇晓峰 给大家聊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 我们聊聊人气关系 我觉得有一种人气关系非常的单纯 就是你每次看到他的时候 你都会心跳加速 但是你只敢躲在后面默默地看他 观察他 你从来都不敢跟他表态的真实想法 哦 暗恋 暗杀 我们聊的是人气关系 不是这段关系里面有人记了 暗恋也行 我刚好写了一个剧本 就是关于暗恋的 那你这个剧本能不能找我演 行 那我们试一下吧 好不好 好 开始了啊 你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校园 今天你跟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去上学 突然有个女孩喊住了你 同学 你东西掉了 哦 什么呀 自行车 自行车 我骑自行车上学 自行车掉了 我怎么上的学 我行个上学 行 反正他把东西还给的时候 你们的手不小心碰了一下 哇 你好紧张 好害羞 你扛起自行车就跑了 这辆自行车我就没骑过它是吗 从来以后啊 你对这个女孩就心动了 每次她一回头看你 你都会很羞涩地走开 比方说在校园路上的时候 哈哈哈哈 在教室上课的时候 又得逃课了 哈哈哈哈 校运会接力跑的时候 我倒是接力啊 帮我都带走了 还有啊 你为了了解她 开始听她喜欢的歌 看她喜欢的电影 吃她喜欢的美食 终于找到了一个你们的共同话题 台词 没想到你也喜欢海天有机酱油啊 写的什么呀这是 哦 喜欢海天有机酱油 这当然想得到 确实 三方有机认证 真有机更健康的海天有机酱油 我们都喜欢 后面啊就是一段展示你暗恋的蒙太奇了 为了制造偶遇 你特意报了跟她一样的玄修课 嗨 女子防身术 多多关照 我就是今天的流氓 嘿嘿 你知道她喜欢救助流浪动物 于是你也去流浪 给点吧 给点吧 你总是会问她学习上的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 问简单的怕显得你蠢 最后的这道大体 问太难又怕她答不出来 她大嘛 后面啊就是要告白了啊 哦 我觉得用音乐告白是最浪漫的 哦 你好没有什么会的乐器啊 吹口哨算吧 行啊 后面呢有个场景 需要你一边演出乐器 一边告白 来试试 我 比较语 什么东西啊 我喜欢你 好浪漫啊 有吗 好要准备啊 你换上小西装 弄好头发 准备好乐器 你去告白了 但万万没想到 居然有人抢心一步 是谁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生 他成绩比你好 长得比你帅 就连身高都比你高 你多高 一米八八 他八米一一 这太高了吧 这是个奥特曼吧 这个是 正当八米一一 趴下来准备告白的时候 女孩看到旁边 穿了一身西装 他就很好奇 他就问 你怎么在这里啊 哇 你非常慌 非常尴尬 于是你马上找了个借口 不不不不 是这场告白的主持人 更尴尬了吧 这样 不知不觉 到了毕业的日子了 你突然听说 女孩跟八米一一 其实没有在一起 主要是距离的原因 是隔六米多那来 女孩现在 已经去火车站了 你马上赶过去 看到他坐在车窗边 你跑过去 大声喊出你的心里话 就车开走了 这么快吗 当然快 这可是中国的高铁啊 我的爱情追不上 祖国发展的速度啊 几年后 你们两个意外地重逢了 可是天意弄人 现在的他 顺便警察 而你 顺便警犬 神经病啊 你想啊 观众肯定都在猜 女主角是警察 男主角会不会是坏人呢 预判了你们的预判 不止不坏 还不是人 你就重点 去讲两个人的 这个重逢就好了 好吗 行 反正你们两个 就一起叙旧 聊了很多很多的往事 你还记不记得 以前大学的时候 我每次回头看你 你都会嘻嘻嘻地走开 当然记得了 你有没有想过 我为什么会回头看你啊 其实那时候 我一直 偷偷暗念你 但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我下个礼拜就要结婚了 的情帖 终于到了他结婚的日子了 你看着手中的情帖 你决定了 要在他们说婚礼失子之前 赶到现场 但婚礼在另一个城市 那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 只需要五个数 一 二 三 零 六 咻 我到了 好巧不巧 今天是假期 路上挤满的人 你要想办法在人群中 开出一条路 人都被你吓跑了 你一赶到了酒店 准备上楼 但偏偏电梯却坏了 赶不上了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 八米一一 我不是你 你终于赶上了 你看到女孩跟新郎站在舞台上 这一次你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都有所有人大声地说 欢迎各位来宾参加两位新人的婚礼 我又是主持人了 看着女孩幸福的表情 你彻底地释怀了 你给她送上了祝福 还送上那件你当年一直没敢送出去的礼物 新婚快乐 对了 这是当年一直没给你的接力棒 好感动啊 神情病啊 好 谢谢 通道人机王 左票通道 开启 天宇老师怎么评价这段表演 我觉得挺难的 最后这一半突然间是那个 我当年差你的半 这我乐了 我喜欢那个吹哨说我喜欢你那个 对对对 那也挺逗的 那个挺难的 就是练了一段时间其实 因为我非常喜欢那个黄岛人机王 因为他们有一种特别童真可爱的一面 谢谢谢谢 他们两个天马行空 其实想象力很丰富 八米一 谁能想到这八米一啊 对对对 俩小孩在那边故事那种感觉 我觉得那个挺酷的 对但是只是今天的包袱 不是说都咋准了 是这样而已 明白明白明白 这本身是不是暗恋故事有你们真实的就是 对就是之前经历过一段时间比较长的暗恋 然后积累了一些小小的素材 几年 大概暗恋了九年九年快十年吧 九年 我觉得你这叫自残 这不叫懒恋了 太狠了你这个 九年你都没敢说出去吗 就是只要你有足够的毅力和足够的自卑力就会一直 所以你还写稿吗 对吧 所有都写在稿里头 我就不该跟他组合 他应该去跟赵岳组一个 纯爱战神组合 他俩 那最后呢 最后就是两个人就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你还是没有说是吗 一直没有说 但后面就是他也知道了这个事情 但不是我亲口说的 是他通过其他渠道知道的 他肯定结婚了吧 对 所以后面参加的婚礼是真的 其实很多都是真实 我确实是参加了他的婚礼 我是做他的那个私人的摄影师 哇塞 哇 哇 哇 我跟你跪了 这个时候 就是 你应该那一场婚礼 就只拍自拍 结果都是 然后每个听众里都有你 你就把张开车的故事讲出来 都比这个 这个都比这个精彩 我跟你说 我绝对没拍到 直接讲得出来 有点太赤裸裸了 所以我们就 对 而且直接讲出来 没有我的事 所以我们得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的表演 最后现场观众 给出来的表述 整体来说还算可以 我们就希望他以一个最好的 一个方式或者说最好的效果去呈现 爱美丽这个剧本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还挺重要 特别是对我个人来说 因为想给这个青春一个交代 还在 还在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 今天我觉得荒岛人气王痛了 说到让你感觉疼 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情 他是很难在稿里写 那个新郎不是他这个点的 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 哇 所以今天他无理头的不够彻底 因为他用真情了 一百一十票 乔易晓风的荒岛人气王 进入到带定区域 恭喜 贾浩进去 没事 没事 能够进去 我简单地复盘一下自己的问题 我可能就在考虑下一个赛段 我要尽全力去把那段段子改到它最硬最顶的程度吧 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个更好的讲号 下面要出场的这位选手 今年在脱油秀表演上稳扎稳达 展现了在脱油秀文本上的精妙准确和扎实 让我们掌声欢迎孟川 我们正好准备了 正好准备 大家好 我是孟川 今天的主题是人际关系 我的人际关系一般 因为我这人说话太直了 我的微信里边本来有一个大老好友 有一天我刷微博 看到一个名字跟他很像的人去世了 我就以为是他 我就把他删了 过了两天 他重新加我 说你怎么把我删了 我说我以为你死了 然后他就把我删了 我只能重新加他 我说我错了 我错了 下次是你我也不删了 你看我都给你备注了 死也不删 这种性格说脱口秀也惹事 有一年我想问我妹妹追星 我都没说是谁 就有人过来骂我 说我说的又整容又没有作品 是说的他家哥哥 特别像我往靶子上摔了一个支箭 那位粉丝手机眼快 抓起箭来就插他哥哥胸口上 我开始还解释 我说抱歉抱歉 但是真的不是说的是他 你不说我都不知道他整容 然后就被更多的人冲了 最疯的时候 这帮人冲到王者荣耀里边骂我 吓得我赶紧把ID改成了打倒孟川 然后还收了条游戏私信 说我们有个骂他的群 你要加一下吗 当时感觉这帮极端粉丝 特别像一帮网络李逵 就是脑子里只有哥哥和打打杀杀 关键我还不知道骂了什么 因为游戏私信里显示的都是星号 你三个星的吧 大体能猜到是什么意思 就那么几个经典的款式吗 五颗星的我就只能是默认给我好评了 幸好幸好 到了九点钟 骂我的就少了 感谢王者荣耀的青少年房沉迷系统 但微博没有这个功能 有个人每隔四十五分钟就骂我一会儿 他放的最狠的话就是 你有能耐等我放暑假 我就打开了那个紧粉丝克评论 想骂我先粉我 然后就呼呼长粉 别人有妈妈粉 我有妈妈粉 但是有的年轻人不讲武德 骂完我接着曲关拉黑 我都来不及还嘴 那种感觉特别像地铁门关得只剩一个缝了 突然被外边的人给催了一口 我就打开了那个微博广告计划 就是打开我评论区就能看见广告 你骂我可以 但是我得挣点钱 但是没想到的是 后来发展到骂我女儿 这我忍不了 家人们 祸不及家人啊 即使我冒犯了你哥哥 那你去冒犯我哥哥呀 你们去骂承诺是吧 说实话那位哥哥塌房都塌过一次了 原址重建这都属于回迁房 我也不知道为啥还住了那么多人 我也生气 我也开始反击 他们就说 我家哥哥又要上新节目了 嫉妒吧 期待我家哥哥的新节目 我说希望不是今日说法 结果一看 哥哥还真是个法制咖 他们又说 我哥哥都在某某的榜上 我说你这一看就是粉丝刷的嘛 别的哥哥是欧妮奖 你的哥哥是粉刷酱 确实是有两把刷子 他们又说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 我就认为我家哥哥好 你就是个BBB 这个BBB就是星号的声音表现形式 我特别能理解 喜欢的人受委屈了 想帮着他出头 但是我觉得不能 身张正义目无法迹 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 合适的词形容这个事 直到有一天 看到一个网友评论的ID 他叫扶老奶奶闯红灯 脱口秀是很难有这么极端的粉丝的 脱口秀的粉丝本来就叫脱粉 所以我搞不懂那些极端粉丝的那些逻辑 即使真的冒犯了哥哥 那粉丝不还手 哥哥被小冒犯了一下 现在粉丝捅我一刀 我还哥哥一刀 粉丝捅我一刀 我还哥哥一刀 是最后粉丝赢了 哥哥身中99刀 粉丝还自我感动地说 哎呦 这一天累坏了 但都是为了保护哥哥 但凡你捅刀的时候 回头看一眼你哥哥呢 而且我觉得网络骂战只会升级 就是你骂我一句 我肯定回你去更狠的 不可能说你骂我祖宗十八代 我说我觉得你人有点坏 人嘛也是碳级生物 属性跟石墨其实很像 就是在互联网骂战这种高温高压的情况下 人游很小的概率会变得更好 就是石墨变成钻石 但绝大部分时候 石墨还是黑粉 那些表达欲特别强的石墨呢 就会被做成耳鼻线笔 来 各位梦川的锁票通道开启 为什么想说这段内容 说实话我们本身我们跟艺人都没有什么过节的 对啊 翻不上了 对 而且因为我们的工作关系 其实我们认识好多哥哥 有一回真的就是 就是在那个一块参加一个活动 然后那个有一个我认识的哥哥出来 然后他粉丝都围上去了 我认识他嘛 我就喊了这一声 他粉丝都以为我是那种很没素质的粉丝 然后就吼我说你叫什么 我说我叫梦川啊 因为可以理解啊 这些人啊 其实 刚才你用了很多这个 算是比喻吧 要45分钟啊 要怎么样 晚上9点前 可能说这些群体的年纪偏小 对 对 也要体谅嘛 适当的体谅 当然也不主张那个小朋友啊 这么激进啊 哇 梦川太厉害了 感觉女娲亲自进的你脑子 哇 他太棒了 哇 他怎么能每一句 都有那种你感觉你都不能乐 因为我们是干这个的吧 要说我感觉这好意思乐嘛 但是你没有办法 他就是太精妙了 千万别多问你啊 然后你以为这个点笑的 就已经是他最后的包袱了 其实他这只是翻包袱的过程 哇 梦川 但这个文本实在太厉害了 厉害 厉害 厉害啊 谢谢 感谢 感谢他 来 我想问一下 曼财兄弟二位 做好准备了 我们当然 当然 随时准备 随时准备了 因为的确太难说了 你这个做条路机一样的 一下死 一下不死 要么死了算了 广志 有没有可能 他肯定185以上了 我们哥仨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孟川到底能不能 大于等于185 成功地开启 对于报效圈入场圈的挑战 孟川的得票数 请看 好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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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189 我天哪 孟川 189 意味着你可以对 坐在那个位置的两组 发起挑战 来 孟川 你会选择 我希望他跳舞 我真的有点累 我就越到后边越累 然后我想在前面先讲就完事了 想好了 这个场子就交给我们 那个气是适合我们演的 两看漫才兄弟 冯川 你会选择 我就选 又上心了 原来一切都有机可循 这次是三方认证过的保真 没想到领导背着我们吃这么好 吃饭都用海天有机酱油 三方有机认证新升级 真有机更健康 这事我只跟你一个人讲了 欢迎大家来到 脱口6的朋友们 我们还将开启 全新的报效圈的入场券 拥有入场券的选手 自动获得下一赛转的联系品牌 现在我一边工作 一边干脱口秀 虽然是有了素材 但是也有了软肋 不要拿你的兴趣爱好 来挑战我的生存之道 Win Ch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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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了 不可能听到一个男生 对另外一个男生讲 我前两天在南科医院 看见你了 照照照照 你还不如创死我犯了 我都听了 糟糟糟糟 加油加油 打不够了 亮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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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 真的这两个很颠 近乎完美吧 找牙找牙找朋友 找到海天好朋友 感谢脱口秀的饭搭子 海天好友 和他的朋友们独家冠名播出 国民白酒真正纯良 陪你共度快乐时光 感谢快乐酿造家老村长酒 联合赞助播出 美味曲奇去多多有 肉就是好曲奇 感谢超好吃的去多多曲奇 首席特约赞助播出 天不怕地不怕 有内套碗都强大 感谢双一盒强内户 让成长更带感的 皇家美苏佳儿赞助播出 找回状态 卖动回来 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拷败好状态的 卖动行业赞助播出 新疆番茄四个宝 新疆番茄四个宝 来晚 茄黄错不了 感谢茄黄赞助播出 8月20号起 每周二周三 19点 桂圆抢先看一周 每周五衍生节目 VIP会员19点更新 SVIP会员12点更新 等讯视频全网突破 托友线下演出许愿来了 想朋友们来到你的城市演出吗 想获得朋友们的最新演出动态吗 快来参与活动许愿吧 更有精细抽奖 等你参与 打开微信搜索托友 点击进入小程序 选择所在城市 及你喜欢的演员 许愿线下演出巡演 即可抽取惊喜好礼 年轻人的专属套餐 腾讯视频TV版 极光TV同步播出 大评观看更畅快 关注腾讯视频SVIP 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追剧资讯 领取SVIP优惠 首次关注 还可免费抽SVIP年卡会员哦 上微博 进入脱口秀 和他的朋友们话题页 为你心中的暴耿点赞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感谢腾讯视频 腾讯视频VIP 极光TV 腾讯视频SVIP 腾讯指引 腾讯新闻 QQ浏览器 QQ短视频 腾讯频道 腾讯娱乐 感谢新浪新闻 三联生活实验室 中期网娱乐 千龙网娱乐 莉莉全传媒 当下频道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突评团 古大白话 东东腔 雷斯林 颜红 韩松洛 黄小妖 KEK444 曾雨里 空山甸礼 软角沙溪 水母 胡心术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